女孩惊讶地发现 电线杆上镜挂着一个长着鹿角的女孩 就在女主以为自己是遇到鬼了的时候 鹿角女孩也被冻出了鼻涕嘎打 然后被风吹落在了女孩的脸上 看到粘在脑门上的鼻涕嘎打 女主这才注意到女孩并没有死 但这女孩到底是怎么上去了 而且她头上的鹿角又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头饰的话 肯定早就脱落掉下去摔死了吧 但如果是真的鹿角的话 性别又和女孩对不上 毕竟只有公路才会长脚 不过这女孩到底是什么生物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她的鼻涕嘎打也太牛逼了 居然能拉得这么长都不断 而就在这时一群猎狗和秃鹰也围着女孩转了起来 都以为女孩死了等着吃她 这时女孩也注意到了女主 看到女主转过身假装没看到自己准备离开 女孩也用忧怨的眼神看向了女主 于是无奈之下 女主也只能将她给救了下来 而女孩也不记得自己为何会挂在电线杆上 只知道一早醒来她就在那里 看到女孩居然知道自己是不良 女主也吓坏了 因为她过去还真是个不良少女 但在深入高中之后 她就一改往日形象 伪装成了一个三好学生 可没想到眼前这女孩 竟一下子就看穿了她的伪装 尽管女主再三辩解 可女孩却依旧不相信 因为她的路角只要发光 那就证明她说的没错 看到女孩这么奇怪 女主也决定离她远一些 说罢便告辞离开了 然而女主再来到学校之后 老师却突然宣布 今天班里来了一位转学生 而这位转学生 正是女主遇到的奇葩女孩 但因为她的路角太长 在进门时却卡住了 然而这根本就难不住女孩 可奇怪的是 可奇怪的是 不仅老师没有责怪女孩把门撞坏 就连被石头砸到的同学 也都纷纷为路奶子的道乱 欢迎鼓掌了起来 而她的座位则是被安排在了女主旁边 女主差点没特么吓死 这家伙要是抖出她过去 是不良的秘密的话 她的高中生活可就完了 然而勾股定离却告诉女主 你越害怕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 而路奶子的话就好像有什么魔力娘 瞬间就让所有人都相信了她的话 不过好在女主通过其他话题转移注意力 最终侥幸躲过了一劫 到了课间 女主本想找路奶子好好谈谈 让她别再叫自己不良大姐 可才刚推开班门 女主就发现自己桌上 竟然放了一堆小鹿仙贝 不用想 女主也知道这是谁做的 原来这正是路奶子 为了报答女主的救命之恩 送给女主的谢礼 但看到路奶子流出的口水 女主又忍不住吐槽了起来 因为这怎么看都像是她做给自己吃的 看到女主对自己的礼物不太满意 路奶子直接拔下自己的一根脚 送给了女主 眼看女主不想要 路奶子也只好将脚再次装了回去 但转念一想 路奶子却以为女主是想吃鹿肉 不过为了报恩 路奶子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于是便直接跪在女主面前让她享用 女主也真是服了 这搞得就好像是自己在霸凌路奶子一样 眼看周围同学投来的一样眼神 女主赶忙把路奶子拉到了厕所 警告她以后别再叫自己不良大吉 也别把自己以前是不良的事说说 文言女主也觉得自己过分了 可就在女主准备向路奶子道歉时 放学后被折磨一天的女主刚准备回家 却听到杂物室内传来了一声巨响 赶过去一看 却发现路奶子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 接着女主帮路奶子包扎好伤口之后 也帮着路奶子打扫起了卫生 原来路奶子自己成立了一个名叫路社的社团 打算将这里作为社团的基地 并且老师也答应了路奶子 可令女主没想到的是 老师竟然让她来做路社的社长 而这也都是路奶子搞的鬼 于是拗不过老师的女主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成为了这个奇怪社团的社长 就在这时 路奶子也将一把刷子递给了女主 因为路社存在的目的就是照顾路 可就在女主为路奶子刷毛时 远处却有一个奇怪的女人盯上了两人 路奶子最新一话究竟有多抽象 女主为了掩盖过去是不良少女的身份 被逼无奈成为了专门照顾路奶子的路社社长 可就在女主以为只要把路奶子哄开心 自己的秘密就不会曝光时 却被一个眼神中充满疯狂的女孩给盯上了 结果第二天女主来到路社时 就发现路社被一把火给烧了 看着自己精心布置的社团被捕 女主也气坏了 这时躲在角落的路奶子叫住了女主 于是女主便以为这一切都是路奶子搞的鬼 可路奶子却表示她来的时候房间就已经是这样 而且今天一大早她就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 不仅上学路上掉进了五米的深坑里 还被从天而降的长矛刺中了脑袋 女主也真是服了 哪有人被长矛插中脑袋还能活着的 所以她根本就不相信路奶子的话 然而就在女主准备离开时 地质若无却突然从她的面前飞驳 而目标正是女主身后的路奶子 这下女主也相信了路奶子的话 看来她是真的被什么人给盯上 于是女主果断选择抛下路奶子 准备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这路奶子当然不会放她走 可就在这时 女主却不小心踩中一个陷阱 被一只平底锅砸中了脑袋 而这一下也彻底唤醒了女主的不良之魂 决定救出这个凶手好好教训一顿 然而就在这时 一捆小路先被却滚到了门前 虽然女主一眼就看出这是陷阱 可她还没来得及提醒路奶子 就发现路奶子已经冲了过去 女主也真是服了 胆忙拉住路奶子给她解释了一下 然而在得知这是陷阱之后 路奶子却是这样说的 然而就在路奶子即将抓住路先被时 先被却突然一个急转弯跑不出去 但路奶子哪会放过到手的先被 于是不出意外 路奶子直接就被一张捕兽网给抓了起来 女主也真是服了 明明他都已经说过这是陷阱 可路奶子却还是流着口水往里面走 这时一个女孩也走了出来 而这一切正是她的手 可就在路奶子让她放了自己 来上一场堂堂正正的对决时 女主却叫出了女孩的名字 而女孩也立马换了一张面孔 冲过来一把抱住了女主 原来这女孩竟是女主的妹妹县子 而她之所以如此针对路奶子 是因为县子觉得是路奶子 抢走了她的姐姐 毕竟以前姐姐放学后 都会立马就回到家 可昨天姐姐却过了七点都还没回家 于是她便悄悄跟踪了女主 结果却发现姐姐居然在 和一头鹿在积极无我 所以她才做出这一系列的疯狂举动 闻言女主也很无奈 于是便让路奶子给妹妹解释一下 女主也真是服了 这下误会算是彻底解释不清楚了 于是县子也接受了路奶子的挑战 将她给放了下来 打算和她来一场争夺姐姐的决斗 但这也是有条件的 如果路奶子输了的话 路奶子就要成为一只鹿 永远的生活在奈良公园 当然如果她输了的话 她就把姐姐让给路奶子 并给路奶子一辈子都吃不完的路仙辈 闻言路奶子也果断答应了下来 女主也是无语 要是路奶子真成了奈良公园里的路 那他们的路设又该怎么办 而两人的决斗方式也很简单 那就是通过回答关于女主的隐私问题 来进行抢答比赛 只要回答正确就能获得一分 最终得分最多的人获胜 因为这场比赛的槽点太多 女主也实在是懒得吐槽了 很快比赛就开始了 可还不等老师把问题说完 县子就按下了抢答键 文言女主直接就红温了 赶忙解释就是谣言 然而老师却直接拿出了证据 将女主抱着 玩偶说晚安的照片 放在了大屏幕上 对女主进行了公开处刑 而第二个问题 则是被陆奶子抢爆了 就这样两人你一分我一分 不断地抱起了女主的飞料 很快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然而直到黄昏时 两人的比分却依旧还是平分 于是只有女主一人受伤的世界 便拿成了 而县子也崩溃了 认为不可能有人 比自己还要了解姐姐 所以陆奶子肯定是作弊了 随后县子便直接按下了开关 启动了提前布置好的陷阱 紧接着无数把若无便 朝陆奶子射了过去 然而却被陆奶子给全部躲了过去 女主也实在是懒得吐槽 准备就这么趁乱离开 可就在这时 县子却一个狡猾 不小心把手中的若无扔向了女主 而倒地之后 陆奶子也只觉得一阵困意起来 见状女主也吓坏了 让陆奶子振作一点睁开眼睛 可不论她如何呼唤 陆奶子却都已经无法听到 而伴随着女主绝望的呐喊 两只陆天使也随之出现 然后带走了陆奶子的灵魂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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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来那把若无并没有刺中陆奶子的心脏 而这也是多亏当时县子在放开陆奶子时 陆奶子悄悄捡起并藏在胸口的路线边 女主也是无语 见过硬币挡子弹的 还没见过饼干挡若无的 而刚当的一幕也让县子对陆奶子改变了看法 主动认输退出了比赛 而陆奶子也大方地原谅了县子 虽然这两人是成功和解了 但女主作为女主 却从开始到最后都完全没能跟上剧情 陆奶子最新一话究竟有多抽象 这天女主来到陆社时 发现一只鹿正在偷吃他们的鹿仙辈 一开始女主以为这只鹿是陆奶子带来的 可找了半天 女主也没找到陆奶子的身影 见状女主也不禁怀疑了起来 想到这女主也有些生气 让陆奶子赶快献出原形 然而陆却并没有任何反应 但女主却以为这是陆奶子为了戏弄自己故意 于是女主便打算直接拆穿她的尾中 然而女主却并不死心 又买了两杯珍珠奶茶 打算用食物诱惑陆奶子让她暴露原形 然而陆却对奶茶并不感兴趣 随后便吃起了花盆里的草 见状女主直接就炸了 毕竟这可是她精心培育长大的 怎么能让她就这么给失掉 然而女主的举动却再次将陆给惹怒 而这正是陆的天性之一 当熊陆在进行威吓或者意图攻击时 就会发出咯咯咯的叫声 所以这时绝对不能靠近他们 见状女主也拿出了自己的杀手紧 将几个矿泉水瓶摆在了陆的面前 因为陆奶子之前也说过 他曾被路边的矿泉水瓶给吓了一跳 然而面对女主的水瓶引杀镇 陆却没有丝毫恐惧 见状女主也猛逼了 这家伙什么时候连这个弱点都克服了 于是女主便决定使出大招 从本质上激起陆奶子的兴趣 说罢便拿出了记载着 自己所有黑历史的小册子 表示陆奶子如果恢复原型的话 他就将这根册子给他看一下 而这一招也果然管用 让陆稍微产生了一些兴趣 但却并没有现出原型 见状女主也决定来个更狠的 来逼陆奶子现身 随后便演唱起了她的原创歌曲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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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更尴尬的是 当女主演唱完之后 却发现陆奶子竟然站在自己的身后 见状女主瞬间就傻了 原来这只鹿并不是陆奶子假扮的 而是一头从陆奶子打工的地方逃出来的真鹿 陆奶子刚刚就是去找她了 可没想到她就在陆社里 而就在女主愣神之时 陆奶子也捡起了地上的厕子 文言女主想死的心都有 自己刚刚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就这样两人再将这只鹿送走 并且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女主和陆奶子也升入了三年级 而女主作为学生会长 也在新生的入学典礼上发表了贺词 然而当典礼结束后 女主两人一起来到陆社时 却发现一个女孩正躺在陆社门口 而且口水还流得满地都是 健壮女主还以为女孩是死的 可就在她准备叫救护车时 女孩却突然醒了过来 原来女孩名叫马车牙 是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 此行就是过来找自己偶像的 可等着等着就躺地上睡着了 文言女主还以为她说的偶像就是自己 毕竟自己刚刚在典礼上发表了宣言 所以她肯定是被自己刚刚帅气的外表给迷倒 这就很尴尬 原来在参加入学典礼之前 马车牙就饿婚在了马路上 就在她以为人生就要到此为止时 是陆奶子拿给了她一个路线被救了她一命 不过这却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她询问陆奶子名字的那一瞬间 正是陆奶子的这一句话 深深俘获了马车牙的心 所以她才来找陆奶子拜她为师 想要成为和陆奶子一样英姿撒少的陆 而陆奶子思考片刻之后 也答应了马车牙的请求 对此女主也实在懒得吐槽了 只好答应让她加入路舍 而另一边 女主的并交妹妹县子也同样准备加入陆社 因为这样她就能每天24小时和姐姐待在一起 并对姐姐为所欲为了 然而当她来到陆社时 却看到了这一幕 就这样县子也加入了陆社之后 陆社也扩大成了一个四人社团 陆奶子作为一只陆职位自然就是小陆 马车牙想要成为一只陆 那职位就是人类以上小陆未满 县子的职位则是自称是要照顾姐姐的人 而女主作为社长 职位就是小陆饲养员 不过女主却觉得众人一直无所事事也不行 这样下去陆社肯定要被废设 于是女主便召开了一个会议 让众人一人定下一个今年要完成的目标 而陆奶子作为陆社的前辈 也第一个说出了目标 那就是在装满陆仙辈的浴缸里泡澡 女主也是无语 立马驳回了陆奶子的目标 并让她换一个目标 然而陆奶子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目标 无奈女主也只好换下一个人 而干犯人马车牙除了想成为一头鹿以外 还想在社团里种一片稻田 不论是水田还是汗田都行 这样她就能自己自足地成为一只能吃饱饭的鹿 女主也真是服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 真是没一个正常人 于是她也只能将希望放在妹妹的身上 而县子本来就是为了女主才加入陆社了 所以她的目标就是站在姐姐身旁 说到这 陆奶子也很好奇女主的目标是什么 女主也自豪地说出了她的目标 那就是把活动式布置得更加可爱一些 文言众人也是无语 就这还好意思说她们不正常 那这么说 她们的目标不也是合情合理 至少都和陆沾边 而说到这陆奶子也想了起来 告诉女主陆社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照顾陆 如果不把自己照顾好 自己就会离家出走 到时候陆社也就自然废了 而女主也会因此而被问责 所以在讨论活动方针之前 更应该重视的是小陆的代理 虽然女主还是有些不服 但陆奶子说的也的确没错 于是也只好按照陆奶子的要求 拿着刷子给陆奶子刷起了梦 然而看到这一幕 其他两人却羡慕 于是马车牙便以实习录的身份加入了其中 而就在几人争吵之时 其他社团的人也盯上了几人 陆奶子最新一话究竟有多抽象 这天小陆社被三个女孩盯上 想要将小陆社从学校废除 而这三人正是女主在学生会的三个部下 他们分别是副会长猫山 也是费陆计划的总策划者 为的就是抓住女主的弱点 将她从会长的位置拉下来 然后名正言顺地从副会长升为正会长 另外一个则是学生会书记李小陆 而她是个典型的焦虑症患者 稍微犯下一点小错 都会露出到了世界末日的表情 总是会把后果想得特别严重 动不动就要剖腹自尽 而最后一位学生会会计燕谷 则是一个高冷话少的女孩 对于女主的问题 总是会在三个字以内回答完毕 而燕谷也被作为先锋 第一个被拍到了小陆社 看到她女主也瞬间有点心虚 有点怕陆奶子把她过去是不良少女的事情抖出来 这样一来她一直营造的三好学生的形象可就完了 于是女主便警告陆奶子 让她别做多余的事情 然后笑眯眯招待起了燕谷 可女主却忘了陆社里还有另外两个奇葩 将两人丢出陆社之后 女主强言欢笑着为燕谷介绍起了陆社 而这时陆奶子也拿着珍贵的视频资料 给燕谷讲起了他们陆社的日常活动 牛逼女主也真是服了 赶忙给燕谷端了一杯茶 借机岔开了话题 可就在女主思考接下来该说些什么的时候 陆奶子又拿着一堆陆仙被倒在了燕谷的身上 可就在女主准备道歉时 一向高冷的燕谷居然高兴得脸都红了 见状女主人都傻了 没想到还真有人喜欢这种给陆吃的零食 而陆奶子看到燕谷这么喜欢陆仙的 也决定再送她一份大礼 牛逼而看到燕谷和陆奶子这么亲近 女主也是相当不服 作为前辈她也很想被学妹养活 可不论她拿出什么东西 燕谷却都是一副高冷的样子 就这样一个小时之后 女主最终也以惨败收场 接着燕谷一脸冷淡的向众人表示了感谢之后 便离开陆社回到了家中 原来燕谷金石鹿奶子的超级粉丝 原本她到小鹿社就是去认识鹿奶子 只不过有女主这个熟人在场 她也不好表现得太过于狂热 第二天 李小鹿和女主来到体育器材室 来清点器材的数量时 女主也不禁开起了玩笑 毕竟这里可是漫画里的事故高发地 经常会有人被莫名其妙地关在这里 牛逼属实是言出法随了 而这也差点把李小鹿给吓死 直接坐下拿出笔就开始写起了遗书 女主也真是服了 被关在这里又死不了人 至于写遗书嘛 可李小鹿的脑回路却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女主也是无语 就在她准备安慰一下李小鹿时 却听到窗外似乎有人经过 于是女主赶忙爬上窗户 结果却发现鹿奶子正好从这里露 但可惜窗户隔着玻璃 鹿奶子并没有听见她的呼救声 并自顾自地站在原地唱起了她的原创歌曲 看到鹿奶子走掉 女主也只能乖乖坐下等人来救 结果一回头 却发现李小鹿竟然躲进了跳箱里 于是女主也只好安慰她 让她不要害怕 然而女主越是安慰 李小鹿却反而越害怕 打算就这么在跳箱里待上一辈子 于是女主也只好把她先从跳箱里救出来 可就在这时 仓库的门却打开了 而来人正是鹿奶子 见状女主也高兴坏 以为鹿奶子是专门过来救自己 可没想到 鹿奶子只是过来拿她偷偷种在跳箱里的蘑菇的 牛逼就这样 女主和李小鹿也平安无事地逃出了仓库 至于蘑菇则是被做成了蘑菇焖饭 不过令女主感到无语的是 路设怎么又多了两个奇葩 不过令女主感到无事地逃出了仓库